好 超過72小時的最後通牒 菲律賓政府是在一點鐘 就超過凌晨12點一點鐘的時候 才給了交代 但是台灣民眾實在也很不滿意 旅居美國的華僑聽了也一樣生氣 馬上集結在洛杉磯菲律賓大使館的 前面大聲抗議 不但要求菲律賓馬上正式地給予道歉 也要讓美國人知道 菲律賓政府在海上有多麼野蠻 看洛杉磯僑胞卯足全力呼口號 打出全球海外第一炮 大海報國旗通通來 喊聲震天的聲援台灣漁民和中華民國主權 僑胞邊怒吼邊發揮創意 有的把標語見血 譴責非國追殺漁民的暴行 有的把國旗貼上臉 要為中華民國討回顏面 甚至把菲律賓總統化成海盜 附帶四大聲明 要為台灣人民振一口氣 南加州那麼多僑團來這邊 主要表達我們團結的力量 也是說我們應當要感同身受 我們還是希望他們能夠嚴懲凶手 同時也希望能夠他們對於 我們台灣受害的漁民的家屬 也能夠賠償 感受到僑胞憤怒 菲律賓外館也特別派員下樓來 正面接下抗議性並回應 他們已經道過歉 我們已經提出了 臺灣政府的道歉 然而對僑胞來說 這種不正式的口頭道歉還不夠 也無法全盤接受 他們強烈呼籲菲律賓官方 一定要調查到底並且要勇敢認錯 我們不會放棄 一定要他們實現 我們這四個要求 我們才會罷休 看僑胞們大聲的疾呼 其實最終目的就是希望 菲律賓總統能夠正式的 向中華民國道歉 以上東京新聞用信用文 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